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我桌上這一支 牽直鏈的柯伯文啊 那這支我是最近才入手了 所以比大家當初有預定的入手時間非常晚 因為我只能說我在網路上一直找啦 所以終於沒有找到這支啦 所以我是蠻開心的 那雖然不是所謂的豪華版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非常滿足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直接來看它的外盒 那它的外包裝我都還沒拆 那我們直接來拆給大家看 我們拆開外包裝之後 它的封面就是一致的就牽直鏈他們採用的 鐵機橋的那種外盒 就是黑底然後前面有它本體的樣子 然後上面有它這個系列品牌的Logo 鐵機橋 然後下面則是它所屬的派別 它是博派的 然後這邊就有它的名字 然後旁邊零四是因為它是鐵機橋裡面出的第四支 對它是編號零四 那我們轉過來 轉過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封底 那它封底就是採用的是它各個動作而做出的姿勢 那它其實可動度一直以來鐵機橋這個系列就是可動度非常的高 然後它的質量也不錯 所以你說它的價錢雖然跟Hard Toys一樣不便宜 但是其實它所呈現的質感我個人覺得啦 假如以鋼鐵人來說的話 那個產品來說的話鐵機橋同樣是有核心成分 但是它可動程度比鋼鐵人大得太多了 然後這邊封底之後 它一樣的是 它採用的是磁吸的 這邊可以打開 看到所有的內容物 對那這邊有它的本體跟它的配件 那邊我們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麼接下來會直接就是 把裡面的配件跟本體都拿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好各位 那我們拆開來之後呢 在桌上就是柯博文所有的配件跟它本體 那我大約說明一下它有哪些 首先就是我們本體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劍 然後它還有所謂的雙刀 跟兩個斧頭 雙斧 然後還有槍 然後跟它的背包 那背包等一下我會裝上去 然後它的這個算是刀的那個台座 它的臉型有兩對 然後這邊有說明書 然後造型手 它這邊有123455對手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地台 那其實 算零件還是這樣 還算蠻豐富的部分 那我們就大約給大家來看一下它的配件的樣子吧 好接下來我們將它的背包裝上後呢 我們現在來實測它的可動度 然後呢各位看到擺個姿勢就大家知道 它的其實它的手部的可動非常不錯 因為它採用的其實有些都跟鋼彈的那種可動關節有點像 那腿部的部分也蠻高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在做各部位的可動的部分的展示給大家看吧 先我們來看頭部的部分 頭部的部分 上癢的部分 來這樣子 它最多是抬高到這邊 然後低頭的部分 還不錯 它可以彎到那麼下面 然後因為它裡面有電線的乾涉 所以它其實在左轉 跟右轉的部分 多少會有電線的拉扯 但是我覺得 就是一般的也不會彎那麼多 那我們也不要給它360度的轉 對 那這邊是頭部的部分 然後當然是手的部分 那手的部分 因為我當然已經有做一些動作 那這邊我們直接給大家看 用左手來做範例 它的肩膀這邊 肩膀這邊就有做 就是可以上抬的部分 那這邊可以抬到最高 是可以抬到這樣 然後這邊是因為多重機制 所以它可以抬到更高 然後因為它這個煙囪它是 只是它在推高的時候 這個煙囪會有 就是頭部會有它的乾涉 所以基本上 你假如說 這個煙囪不要乾涉到的話 這邊手可以抬到更高 其實差不多 然後這邊是 那個手肘 跟那個 手臂的部分 這邊其實算是365 就是可以旋轉的部分 但是因為這種東西 轉久會鬆 像我這隻 本身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就知道 它很多部位都 其實好像 不知道是通病還是怎樣 它就比較鬆 對 那這邊 這邊已經展示給大家看了 手臂跟手肘 這邊是360度可以轉 那這邊 前面 它也可以這樣子 彎 然後這邊還可以再彎 只是它這邊盔甲就會干涉到了 這邊就是盔甲會干涉到了 但是它其實這樣的可動就非常高 好再來是腰的部分 腰的部分 它就是左轉 右轉 那它因為後面前裙甲跟後裙甲的干涉 所以它不太可能說轉一圈 但它其實這樣的幅度 以一隻公仔來說的話算蠻大的 對 然後呢前仰角的部分是 它的部分是 這樣子 從側邊看給大家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平常是這樣的話 等一下我把腳用 它前仰角的話是這樣 就是幅度不大 一點點 然後後仰角的部分 它也幅大 一般有位置它可以再折到後面一點 像我手是這樣 我以為可以再折一 但是它沒辦法 對 可是其實這樣的可動就夠 因為其實 一般人也不會做太大幅度的身體的擺動 那它這邊的那個窗戶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這邊有一點 就是它的塗裝就是還算可以 它其實銀色七角再上重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更好 對 那這個是身體的部分 那我們 再來是大腿的部分 大腿的部分 各位看上來它其實還蠻結實的 它比較粗 那它的可動的話 它這邊一樣是用金屬關節 那它這邊是 有下拉嗎 我看一下 這個沒有所謂的下拉 那它這邊裙甲的話 這邊可以翻開的話 它可以這樣子做平行的抬腿 對 對 它以左腳來部分的話可以這樣 但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久的話 應該也會鬆掉 因為它這邊 我們給大家看它的結構 它這邊的結構 其實 它也不是用那種卡榫式的 就是那種有一種卡榫式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它也不是 所以你假如用那個姿勢 這個姿勢用很久的話 我就覺得 遲早會鬆掉 現在我現在這隻就很鬆了 所以我現在讓它回覆一下 它會 因為重力的關係 它會 直接下來 所以其實我這隻擺就有點鬆 對 然後你說 大腿這邊 它也是可以轉 只是它因為 這邊的那個 就是這邊的位置乾涉 所以它不能轉360度 它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這樣就夠 因為你在擺一些姿勢的時候 其實 腳的開合 那個 範圍不用那麼大 對 然後再來是膝蓋的部分 那它膝蓋這邊 其實牽直鏈的那個鐵基橋系列一樣 它採用的那個合金的部分 真的很多 我之前應該有說過 星雲那一次我就說過 它應該是比 HARTTOYS的核心成分還要高 那這邊是膝蓋的部分 然後一樣 它這邊有兩重的 兩重的話 它可以一口氣 你看我可以折到這邊 那因為我這隻膝蓋也鬆 所以很容易就折過去 不像我之前星雲 可能搬到這邊的話 它就因為一個主力在那邊擋著 然後你就要用力搬才行 那我這隻你看 就一下子就到這邊 很輕鬆的搬了 對那它這邊其實這個有做一個 內收的那個 就是一個關節 就是一個機關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 直接縮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對 那我們 腳的那個部分是這樣 那你說腳掌喔 腳掌的部分 它這邊其實它可動就還好 這邊這樣看的話 它後擺這樣一點點 不能再彎 然後前擺 也這樣而已 它的塗裝還是可以看 我們用左腳來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這個蓋子可以打開 你看 它後面那個 車尾燈的部分 它有做出來 塗裝的部分有做出來 然後腳掌的部分 腳掌的部分它也有做 就是稍微一點的塗裝這樣子 那其實它整體的配色 就我覺得還蠻不錯看 對 接下來是背包 背包的部分可動就還好 它這邊的很像機翼的部分 這邊是往後 可以類似收起來的樣子 然後往上 對 然後展開 就還可以啦 這邊是推進器的部分 它可以做 往後 可以舉到最高可以這樣 類似平行的部分 然後往下 然後斜邊的話 它可以這樣 也是平行的部分 它其實可動度真的很高 所以我來說鐵基橋這個系列 你說它貴 可是它其實貴得合理 它其實都做得不錯 但是 就是 我們來看這支的話 像我這支 我記得之前人家也說過 它的通病 就是 你算可動很高 但是其實 你的通病還蠻多 就是因為它可動越高 所以變成說 它又用的是金屬的成分 所以變成它重量會導致這些變得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緊實 那它可以採用我們所謂的卡榫式的那種關節 就是類似像齒輪狀那一種 這樣的話 你在搬的時候 它會一格一格給它卡住的話 這樣也增加它的那個穩定度 對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啦 就看之後 第五支 因為它第五支的那個鐵基橋開的是密卡燈 那等未來我發貨的時候 我再看看它有沒有改善這個部分 接下來我會把它擺一些知識 然後後面會放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柯博文的開箱影片 那因為我拿到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開箱的時間也相對比較晚 那之後密卡燈我就有訂了 所以就比較不用擔心的時間的問題 今天的牽直念鐵基橋的柯博文普通版 開箱影片就到這邊為止了 最後我會放它擺其他知識的樣子給大家看 幫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大家要幫我多多訂閱喔 還有分享 那記得小鈴鐺要按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喔 掰掰唷 有沒有發現 在那邊 對 那麼 這個 感谢观看